好 最近這個手機啊 真的是很夯啊 也惹出了很多的事件 到底呢 這個另外一半跟你要求要看手機啊 你能不能給他看 要不要給他看呢 我們先請我們三位評審 來轉一下你們的池方 斯彥老師你是 我是反方 不給看 對 不給看 阿樂老師也不給看 那H呢 是給看是不是 還滿特別的喔 我們很慘盪盪的 很慘盪盪是不是 那先聊聊看好了 這個斯彥老師 你曾經有被要求過嗎 要求有啦 是你知道 一定會被要求的 但對我而言我就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即使兩個人在交往的這個過程 或者即使到婚姻這個狀況 其實每個人 還是要保有自己隱私的部分 那完全的坦蕩蕩 很多時候其實 不見得是最好的處理方式 你知道至少對我而言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跟 比如說我的銀行戶頭的資產 或者是我跟誰朋友出去喝酒 我覺得都應該要保留 自己私人的空間 兩個人 大概有一定程度的私有空間 這樣子才能夠在相處過程裡面 是比較和諧的 或是這樣子的想法 那阿樂老師呢 我的想法跟他 當然是不一樣的 我們長長又是不一樣的 沒有 我覺得說 其實看手機這件事情 就算我答應 關鍵的問題也不在於我 而在於對方 就是說 我跟妳看妳能不能消化呢 妳看到以後 妳能不能理性看待呢 然後妳看到這些東西 妳知不知道 妳只是看到局部的真相 不是全部的真相 那妳會不會抓一扭腳尖呢 然後妳甚至會以為 妳感情上出現所有問題 都是可以從手機找到答案的 所以妳就要來給我收聲 我沒有犯罪 妳憑什麼給我收聲 對 當妳允許他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妳不要以為 妳只是答應第一件事 是後續就會沒完沒了 就變成影頭就越來越大 然後呢 其實 就是有些人會答應說 讓人家看手機 其實也不要覺得說 這個人有多可靠 基本上呢 會第一時間給妳看手機 都是想第一時間討好妳而已 至於以後 妳不能看到什麼 他就不給妳保證了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說 你看 妳偷看手機 如果說妳真的發現了有什麼的話 妳會對對方很失望 但是如果發現 真的沒什麼的 妳又對自己很失望 因為我會覺得好像自己很 就是很不信任對方 然後對自己很失望 沒有看到什麼的時候 他才不會絕對自己失望 他會覺得說 我還沒有發現 還沒有是不是 然後更那個鑽牛角切 一定有隱藏資料夾 當有一個人跟你講說 我要看妳的東西 即使有講說 好 現在疫情那麼嚴重 你知道那一天 他還給我做一件事 我真的超涼猛的 他說 妳是我們家 那個防疫的破孔 因為妳每天都在外面 然後所以他就有一個新的規定 就是回到家 誰知道妳身上哪裡 妳是乾淨哪些髒的 在玄關 就要把衣服全部都脫光 在玄關 對 然後弄好 然後把口罩拿起來 他用紓外的裝起來 放進去 然後我趕快衝到浴室 先洗手 然後再洗澡 光一件要我把衣服脫光 這件事情 我就覺得說為什麼 我就為什麼 就是這個是夠立場可以看了吧 比手機簡單多了吧 可是我就覺得說 當人家對妳這樣做的事情的時候 妳對這樣的事情 妳都不去尊重妳自己的時候 妳等於允許他對妳不尊重 這是我覺得不OK的 那所以H呢 曾經有人跟你要求說 要看妳手機過嗎 一定會有的 我自己也會有想要看人家手機的慾望 一定會有的 但只是說 我不會真的開口去要求對方 我覺得這是一種尊重 就像他們兩位前面講的 兩位前輩 就是年紀比較大的人講的 比較前輩 年紀比較大 他們就很尊重隱私 可是我覺得 尊重對方跟尊重自己的隱私 是兩回事 我可以不要求 我去看你的手機 可是如果對方真的開口 想要看你的手機的時候 其實在某個層面上就已經反映出 他對於你之間的事情 有一些信任感的破裂 或者是瓦解 所以如果說 你讓他看了你的手機之後 你可以把這件事情圓回來的話 這有什麼不行呢 那你有沒有什麼案例 有沒有曾經你的前任 或是某一任 有看過你的手機 然後發生什麼樣的事情過嗎 結果 沒有 好 案例是有 就是我曾經有一次 就跟女朋友同居 對 有一次白天醒過來 就發現 第二天早上起來人不見了 然後東西全部打包都收走 女朋友本身是經營搬家公司嗎 還是 物流業的 物流業 沒有 然後我就嚇一跳 後來我就發現說 我的手機被動過了 因為你知道 就被人家看過 然後 因為他一開始就一直懷疑 我跟前女友有在聯絡 結果他剛好好止不止 我覺得女人的地步感都很準 那剛好那天就看了 我發現我跟前女友的確 在那天晚上有聯絡了某一件事情 可是那可能是工作上的事情 然後他就一氣之下 就通訊全部都打包就行了 所以事後我就跟他 道歉也好 我就跟他解釋 可是他不是這麼一回事 反而他那件事情之後 我們的信任感 彼此更加的穩固 所以並不是不能看 對啊 因為其實感覺 好像看了這個手機之後 不只會這個風雲變色 也可能會豬羊變色 所以說在討論之前 我們先來請我們這個 雙方的小隊長 來抽一下我們今天 到底是由誰來先攻 還是後攻 有特別屬意哪一個嗎 當然是要先攻 還是要先攻 當然是要先攻 好 你是優先 好 那我們這一次 然後發現是正方代表 正方隊伍先進行深論 那我們就進行 第一巨蛋的深論時間 另一半要求看手機 要答應嗎 正方派出第一棒是 搶牆兩分鐘倒數計時 開始 好 我主張是 情侶可不可以看手機 我覺得是應該是可以看的 因為本來兩個人在一起的話 就是當然是以信任 本來就是互相信任 但是當然是因為中間已經發現到 一些有些怪怪的地方 當然是怪的地方 人家才會去看嘛 那你既然兩個人在一起的話 我覺得怪了 你本來就要在意我的感受啊 如果我都覺得怪了 你還不在乎我感受 不給我看的話 那是本身你有鬼啊 什麼事情不能給別人看 然後你許余老師 你剛剛說嘛 警察 你什麼什麼 什麼警察辦案什麼什麼 沒有犯錯 沒有犯錯嘛對不對 沒有犯錯我怎麼看對不對 那要跟你說的是 既然犯人 他有殺人有什麼事 他還不會承認說 我就是有幹啊 那警察是不是通通都不要犯了 所以呢 當然是 警察也得去尋找 蘇絲馬跡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種東西本來就是兩個 可以互相去協調 好 我什麼都可以看 我們兩個可以說 我不是偷偷看 我在你旁邊的時候 你手機給我看一下 我覺得這樣子 也是個經驗的建立嘛 也不如說我去偷偷看 那說實在的 本來就是兩個人在一起 你本來就好這些東西 基礎的建立 如果東西都沒有的話 你幹嘛在一起 我哪知道你 你背後給我密謀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你跟外面人在密謀是不是 要搞我的保險金是不是 什麼話已經要保險金了 對 我跟你講 真的講 很多東西都這樣 所以說我一說 今天我來看的話 我發現這個 我的另外一半 有點怪怪的 密謀什麼東西 我可能要去看 我不能當他傻瓜嘛 為什麼 爹 什麼藍色的出爪 沒跟同意耶 很多這種狀況發生 因為另外一半沒有去查 笨笨的相信他 像傻瓜一樣 所以這種東西 就不會放在掌上 你哪一怪我會找出來 我會看他的網站 瀏覽的網站 瀏覽的網頁 有哪個地方 或他的照片 照片 你可以全部都刪掉 因為很多人手機來了嘛 可是一來之後 他都刪光了嘛 對話其實都刪光了 那時候我也覺得怪 你最後一個講話的人沒有人啦 沒有 最後一個講話的人 這沒有人 你朋友跟你講話都沒東西啦 這個也是怪啊 雖然我看不到 但是你讓我看不到的話也是怪 這是怪的一個點嘛 你也可以刪嘛 你刪我覺得你怪 但是你也可以跟我溝通 不過什麼東西不想給我看 工作的東西 但重點是你今天我會覺得怪的話 我一定要去看 因為我懷疑你要殺我 好 謝謝 來 好 第二棒呢 我們再來是我們的邦尼 同樣也是兩分鐘的時間 倒數計時 開始 我覺得在大家的印象當中 講到這個看手機的狀況 都是比較緊繃的空氣洞間 你懷疑對方出軌 或是做壞事情 但是其實生活當中 大部分的狀況都很無害的 比如說你開車 我幫你導航啦 或者是這個影片好好笑 你看一下 我當然可以理解 每個人都需要保有 自己的隱私跟空間 但是呢 在親密關係裡面啊 要建立信任感 本來就是一個 相互揭露 隱私給對方知道的一個過程啊 那一些別人不會知道 但是我願意 跟我親近的人 分享的那些事情 就是區分 我們只是認識的人咧 還是好朋友呢 甚至是男女朋友的分水嶺 我直接點名 對方的小隊長徐欣揚 他是一個非常重視隱私的人 但是我們認識這麼久呢 就會分享一些家裡面的事情 比如說 他爸昨天帶他們 去吃一個好吃的餐廳啦 或者是我媽昨天左右腳 穿不一樣的顏色的鞋子 就去上班啦 或者是說 我昨天上通告的時候 反應不夠快 被唸了 很難過 甚至分享一些心事 到最後變成好朋友 這個就是一定程度的隱私揭露 以至於呢 後來我們建立一定程度的 信任關係 另外一半是一個 跟我很親近的人 我們回頭來討論 這個看手機的問題 手機就是我的隱私 我願意跟你分享到什麼地步呢 是說完全不可以給你看 還是你可以看 但是只能看我翻開來的這個頁面 或者是說我手機丟給你 三天三夜都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不同程度的信任關係 那我跟另外一半之所以這麼親近 就是因為我願意在他面前 揭露我自己的隱私嘛 那手機就是一個代表性的物品囉 我願意讓你看到什麼地步 是一回事 但是我願意讓你看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我們的Bonnie 那請接著第三棒 好 是我們的情主 同樣呢 你也是有這個三分鐘的時間 可以好好地再幫你們中和一下 這個另外一半 要看手機 你們是要答應的 三分鐘倒數計時 開始 自己的隱私跟空間嘛 因為空間不只造成距離 也會產生美感嘛 這我們都知道 但是其實這一切都是建立在 信任之上的 人心是最不可測的 所以這個信賴感 其實也是生活當中的 日積月累而成的 大家都以為要求看對方的手機 是不信任對方 也不尊重對方 但其實錯了 正因為我尊重你 所以我問你 我請你讓我看 正因為我想要相信你 所以我請你讓你看我的手機 大家想想想看 小時候媽媽問你說 你功課寫了沒 其實媽媽自己拿來看就知道 她為什麼要多此一舉來問你 其實她主要除了尊重你之外 她也是想看 你是不是一個誠實的人 你是不是一個值得信任的人 那所以說呢 連家人都要從生活當中的小事 去累積信任感 更何況來自不同家庭的 兩個情侶之間 要怎麼樣培養信任感 這個安全感 信任感 不用心經營 難道你蛇旺它從天上掉下來嗎 再者我們什麼時候會想要看 對方手機 那當然就是 安全感產生危機的時候啊 面臨到這樣子的不定時炸彈 你當然要正面解決啊 你直接把東西給他看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這樣子不會讓彼此之間 有隱瞞的這個嫌疑 那對方當然可能也會說啊 如果他想要瞞你的話 你怎麼樣查都查不到 可是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當你的搞怪的成本越高的時候 你搞鬼的風險其實就降低了 所以說把這個信賴感貪給對方看 其實就是獲取信任的最好的一個方式喔 那當然啦我們也會知道說 其實把這個東西當作個人的隱私 拿來當作另件喔 其實對於問題的部分是沒有 無助於解決問題的啦 而且其實也會讓另外一半 感覺到非常的脹氣喔 因為你什麼都說 這是我的隱私你不可以看 這是我的東西你不可以用 你把這些東西畫得這麼清楚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覺得 那感情之間是不是少了一些什麼 我們要知道說隱私當然很重要 空間當然也很重要 可是所有的理所當然都不特別 你只有偶爾的犧牲 你才會顯得彌足珍貴 所以當今天我們願意犧牲一點自己的隱私 來換取對方的信任的時候 才會讓兩個人的感情更加的升溫 才會讓兩個人的感情更加的老不可破 否則這一切還沒有信任的產生 你只會產生越來越多的懷疑 所以對方要思考的是說 這些指責 這些指控 建立的前提是什麼 其實就是信任 信任要怎麼樣來建立 那其實就是讓自己的隱私少一點 讓對方的信任感多一點 兩個人才能走得長久 謝謝大家 好 我們是一點我們的正方 正方告訴我們說 要建立這個信任 就是要透過這種隱私 透過分享才可以建立 那反方你們不給看的話 是不是就沒有信任了呢 我們派出我們第一位的代表 第一棒 趙哥 兩分鐘的時間 請你好好把握 我們倒數計時開始 我覺得這個一開始的正方 就是因為有一個很大的帽子 講到說這個隱私的問題 講到說彼此男女雙方的這個尊重 其實講這個是要讓我們的評審 基本上在判斷這個反方 所說的話之前先消毒 但是我說實在 本來就不應該看 為什麼 我直接講個實證的一個例子好了 我有個朋友 因為長期每個月 都有一些奉獻的捐款 在一些社福團體當中 但是他這個事情 不願意讓他的妻子知道 不願意讓他妻子知道 原因是因為怕會有一些爭吵 但是好巧不巧 這個事情早晚都會爆發 那麼妻子看到以後就問他說 妻子沒有反對捐款 可以 但是妻子會問說 你為什麼會捐給這個社福單位 難道不能捐別的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要捐這個金額 少一點不行嗎 為什麼要捐那麼多 問題是我這個朋友 他本身的條件 就可以有捐到這麼多 而且他對這個社福團體 是有感動的 但是因為這樣的事情 百口莫辯很難解釋 而且多說有多錯 所以最後造成一個 其實也就是一個 離婚的其中條件之一 當然我那個朋友 目前還沒離婚 但是他是其中一個問題之一 那麼另外還有一點 通常不是只有說女生會看男生的手機 男生也會看女生的手機 不是只有女生對感情上面的那個 有沒有安全感 其實男生也有 但是其實想要確定對方 在你的心目中有多少 想藉由手機當中想要知道 我有一個製作人朋友 現在做得還不錯 但是他最麻煩一個問題 常常有一些女明星 或是一些女性工作人員 約他吃飯 約他出去看電影 看電影原因是因為 要有一些事件的了解 但是也因為這個樣子的狀況發生 常常他們夫妻兩個吵架吵得很兇 所以最後我還是比較建議 不要看手機會比較好 謝謝我們的趙哥 好 第二棒是我們的這個徐欣瑤 同樣也是有兩分鐘的時間 我們倒數計時開始 隨著網路及科技的發達 人際關係跟手機已經 他們的連結已經越來越密集了 大家都認為現在只要動動手指 很多不知不覺的交流 就已經在無形當中形成了 那講到看不看手機呢 有兩個考量 第一個是隱私權 第二個是信任感 最近有一個期刊就做了一個研究 他們說情侶如果讓雙方看 看對方的手機 或是可以跟朋友聊天打電話的話 那他們對彼此之間的滿意度 或遠比那些限制他們 不讓他們看手機的那些人 來得高非常多 我認為另一半要求看手機 不應該答應對方 因為你的答應可能不是出自於真心覺得 無所謂讓你看 而是有一種逃避式的心態 覺得趕快給對方看一看就沒事了 但是解決這一次的麻煩 但是問題真的解決了嗎 信任絕對是現代生活中 我們最想要得到的事情 因為隨著關係的建立 我們這份信任感也會顯得 相對來說非常的重要 而這個信任感會因為看手機這件事情被破壞 所以看手機的那一方也不會因為看手機而心情變好嗎 簡而言之這是一件彼此都不會高興的事情 既然我都知道了為什麼我還要答應呢 在你提出看手機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破壞了彼此之間的信任感了 可以不要提出這個要求的話 就盡量不要提出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看的話 也不要生氣 不要怪對方不讓你看 不答應這個要求 因為安全感是自己的課題 要自己學會如何面對跟解決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我們的欣揚 所以說第三棒是我們的秀舞對不對 好 同樣也是有三分鐘的時間 做最後一波聲論的攻擊 我們請秀舞三分鐘倒數計時開始 各位好 另外一半要求拿手機給他看 要不要給他看 這個便題討論必須建立在於 你自己本身並不是很願意 萬一你真的意願很高 這是我新買iPhone 你看一下 這種狀況不在我們要討論的範圍裡面 那同樣的 為什麼我不願意把我的手機 裡面的內容給另外一半看呢 當然前面已經討論過 就是隱私的問題 那今天對方便有認為 的確他認為手機是隱私 但是為什麼他認為這隱私應該犧牲呢 他們認為有幾種狀況 第一個他們認為 我已經產生不安全感 為什麼你還這麼在意的隱私 你不能用你的隱私來交換我的安全感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他們認為 在一段戀愛關係裡面 必然要有信任的存在 而信任的存在 就必然是隱私的交換 你要釋放你一部分的資訊 一部分的內在給對方 你們才有辦法去構築 你的信任的關係 但是我要說 他們這種說法其實都是有問題的 第一個你從安全感來看 如果你已經產生不安全感 你已經產生懷疑 你已經產生不信任 說實在看手機問題更大了 因為手機裡面呢 能拿來吵架的人太多了 如果你已經有不安全感 懷疑他在外面有了別人 請問你的手機一定有跟上司跟同事 跟朋友異性之間的聯繫 那這個時候他心裡面已經有不安全感 看到這些東西 能解決他的不安全感 還是加劇他的不安全感 第二個是對方便有說 信任是這個關係的基石 這個我們要隱私權來交換 不好意思 其實我要強調 就是說 這個隱私不是我不想給你看 某種程度上是我不能給你看 什麼叫做我不能給你看 因為這些東西可能你看到之後 會抹滅我在你心裡面完美的形象 比方說我可能跟我媽媽吵架 跟我的這個朋友講垃圾話 我有我不願意表現給你的那一面 我有可能在職場上非常軟弱 我有可能在家裡 我就是一個討拍的小孩 那可是我希望我在我另外一面前 能夠是一個光輝 而且正面值得依靠的形象 那這個時候我不給你看 難道是我的錯嗎 我只是希望在這段關係裡面 我能夠保持一個 真正可以向你依靠的人 然後這個值得你愛的人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並不是我真的 有什麼做對不起你的事 反而相反的是 其實我太想要塑造 我在你心目當中 值得你愛的那一面 當然沒有難道覺得 這樣的保護隱私 真的是一種欺騙的情威嗎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我們的粉紅 哇 原來 我不給你看手機 都是為了你好啊 是不是 我們呢 先聽 先看看我們這個 第一輪的這個勝論呢 這個結束之後 現在三位的評審 你們的這個正反持邦 有沒有因此受到影響呢 思維老師 我的還是會持反方 還是會持反方 變到中內的 有點稍微被正方拉過去 可以啊 我們是... 很多可能 很多可能 你可以追 你可以把它丟掉 或者把它撞開 可以 那H呢 你呢 聽完之後 還是正方 還是正方